好的观众们欢迎您收看2022年迪拜杯国际足球邀请赛第一场比赛的转播 中国123国家队对着阿联酋123国家队比赛已经开始了 场上穿着一身红色球衣的是中国123国家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阿联酋队 当然对方回房的这个人迅速的也到位 就是危险啊 这一次呢对方还是利用了中国队在防守当中内部的空档 在边路形成了一个传统 二十号阿布图拉的这个传统在前点被中队后卫给挡了一下变线 飞向球门 手边的反应非常快啊 很像其实这个球是一个神扑 最后球是打在了立柱上 场面再做一些尝试 看这个角球 到后点 门前的混战 哎呀 这个球是在混战当中让对方抓住的机会 对方的场上队长埃伊德 中后卫埃伊德在乱军之中 起脚打了一脚低射 因为这个球距离太近 而且球是从人群当中钻出来的 所以守门员横家琪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的第30分钟 中国队是0比1 暂时落后了 这个角球开起来 在后点的解围 中队队队员没有顶到 对方的这个射门呢 其实也没太打好 只是踢刺了 结果就变成了一个传球 26号 这一脚埃伊德 跟上的一脚低射 看来球员在中圈附近把球断了下来 前场四个人的攻击的局面 要人套边 自己来了 自己选择了顺门来自拉西德 球也没有压住 看来这个球 他可以打着再耐心一些的 这个球有力进攻 比赛继续 暗队球队进去里边打门 说明又是一个神铺 看来起来这个铺就几乎是 于不可能之间 挽救了一个失球 所以阿联球队的14号 奥拜德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球是一个绝佳的破门机会 刚才中队前面有犯规 但是裁判一看 有力进攻 就让比赛继续了 依旧还是右中位 和右后位之间的内部空档 今天阿联球队主要利用的 就是这一侧的空档 当然中队左侧的内部空档 他们也尝试着利用 我们来看这个球 没有压住 稍微的高了一些 队长温家宝 他在踢这个球的时候 重心有些后仰 所以这个球就很难压住 守门出击的时候 拿球脱手了 但是裁判好像判了 对守门的冲撞的一个犯规 中队队员在起跳的时候 是在空中和守门舒海勒 有一个身体接触 中队的20号方号 直接把球踢出了键 巴西德 你看 自己的一个失误 接下来 在场面的演化上 就形成了对方的 有威胁射门 这球如果阿联球队的 14号 奥拜德 控制的更精细一些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进球了 我们对断球 看看往前的发展 这球给的不错 这是个好机会 往里切 切到截区里边 大门这一下 他往前蹚的这一步呢 蹚得离身体有点远了 14号 陈国炕 他如果蹚得合适 自己完全可以射门 如果这一下蹚得有点远呢 其实再考虑 倒三角的回传 也是一个选项 因为陶强龙 已经接应到了 一个不错的位置上 陈国炕自己选择 首先一 这下蹚远了 就这一步蹚远了 二呢 在蹚远了之后的随机应变 可能也稍微的弱了一些 主裁判明少 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的话 在今年迪拜盃的 首场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0比1 赋予东道主阿联球队